也可以录下来发动机的声音 啊 跳出来了 听到报警的声音了吧 所以我现在不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你看 红色的提醒 我的车 现在我调转过来 我的车不是出了ADBlue的问题吗 我刚刚把车钥匙给了前台 按照他的说法可能需要做一个检测 看来的确ADBlue的管路系统也许有问题吧 就像我在那个帖子下面发了以后 有朋友在下面留言回复 说是可能不喷了 不喷那个尿素了 现在我想想还真的有可能 因为那个尿素的添加的容量基本上是满的 但是现在发动机居然报警 我只能这样 有可能这个原因还真的有可能 我现在还在这个4S店子 刚才到处溜达了一圈 来说一下现在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心情非常非常的沮丧 感觉非常的不开心 这个车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把我扔在了路上 因为这尼合器的问题 尼合器踏板一个尼合器总成里面有个释放装子坏了 然后换掉花了大概五六百欧 然后这是关于ADBlue的问题 刚才给我一个offer 预计的报价一千一千欧左右 到底说了什么问题呢 解释了半天 毕竟这是很技术的话题 一开始我以为是ADBlue什么问题 他说不是ADBlue 说是ADBlue这个容器 也就是那个TANK 我就很纳闷了 TANK能出什么问题呢 说到最后原来是TANK里面的一个笨 这种这么低的概率让我给撞上了 就相当于你的油箱里面的那个油泵 坏了一样 这种应该属于很小概率的事件吧 结果让我给遇到了 哎呀我真的是难以言语我现在这种郁闷的心情 怎么都让我给遇上了 雪铁龙这种质量的可靠性 在这种小毛病上真的是 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很无语了 因为我曾经查过这个JD Power的这种 汽车质量可靠性这种排行榜 雪铁龙是在平均线以下的 我现在终于拧叫到了 当初买这个车主要是 主要是处于一种 暂时过渡的吧 结果现在 刚刚快要满两年 然后遇到这个事 然后这种事情也不在质保之内 也不能走保险 那我只能个人来承担 所以我对这雪铁龙现在真的是很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然后现在还遇到一个事 他这个蹦了还没有货 可见这种问题故障率是多么低 他这个这么大的4S件 他居然没有这种背品 然后要等个两三天 等个两三天才有货 然后再通知我 现在只能说无语 然后现在这种状态呢 车子还能开 还是能开的 只不过 就像这个提示一样的 觉得比较严重 只能慢慢的开吧 好吧 回家了 我现在正在标志的4S店 他们这个后院 他们的维修大厅 这边 因为刚才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接到一个他们的电话 就关于我那个车子维修的事 然后我下班 然后下班以后就顺度过来了一下 和他们的那个售后这边 约了一下时间 现在最快 这边的效率很低啊 然后最快也要到下周 下周的今天 也就是一周后 一周后10号 然后和之前那个报价 那个给我的那个预估价 反正就在1150欧吧 把那个总成都换掉 然后到那天的话 把车扔过来一天时间 等维修完了以后 我再去找我的那个爱手车的销售商 去 去 因为他们那个服务里面是包含了 这个这块的garanty的 应该能退给我 我自己分摊500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分摊了等于 也算是降低了我的一点的成本支出吧 因为这个维修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几乎1000多欧的话 就相当于占到了这个车价的 百分之七八了 我估计 三岛的车价了 百分之七八 然后我的车就在这 嗯 然后顺便看一看 你看旁边这个车 就是标子品牌的van 他们的品牌旗下也有好多van 在院子里面就有很多 那一辆是一个标子508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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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